中佳新聞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防疫新生活仍然需要你我共同维护 在这里提醒观众朋友不要松懈 出路记得要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请洗手共同防疫 人人有责 接下来带您进入今天的中佳新闻 谢谢大家 这是公平的 曼一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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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议员赵智豪 以及我们每一位志工都在这边 互同要拜托大家 老板早安 我们台湾豬肉好吃 台湾豬肉 喝家 我想今天我们特别来到南新市场 我跟智豪 还有我们许多党公子人物 一起来到这个地方 那主要就向市场说 买菜的好朋友 跟市场的摊商 来向他们宣传12月18号公投 请大家站出来 那我也请大家来支持我们政府的态度 就是四个公投案 四个不同意 那尤其在过程中 我看到我们许多摊商 不论是在卖肉饭 或者卖其他的摊商 我也跟他们了解说 我们其实卖了很多东西 这个食品安全 即便是美国猪肉进口 在食品安全的部分 也都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那里面其实有很多商品 就是透过国际贸易的关系 卖到台湾来的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也期待我们要继续推动 维持国际贸易 所以在这边来呼吁我们市场 不论是摊商 或者来这边买菜消费的好朋友们 请大家来支持四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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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第八个元 蔡世英 世英元张之豪 以及我们全体志光 在这边 向大家拜托 四个不同意 台湾最久 四个不同意 台湾不论 你这同好吃的 要再拜托 你这也没有同意 三个这里 两个不同意 三个不同意 谢谢 完美猪是个假意习 哈啰 大家好 在市场每一餐猪肉摊 每一餐猪肉摊 谢谢 台湾猪肉 南新市场每一餐猪肉摊 卖的都是我们优秀 好吃 新鲜的台湾猪肉 好 这一拜天 我们四行都同意 谢谢 大家一起加油 我们为所有的民众的健康 来加油 站在宣传车上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11日来到基隆 宣传公投 呼吁民众投下四个同意票 让台湾更美丽 在前立委谢国良等人的陪同下 朱立伦搭车扫街 而国民党籍市议员 则站在恶性循环站对面路口 高举看板 呼吁民众踊跃投票 朱立伦随后发表谈话 大力宣扬公投 要投下四个同意 我们拜托所有的同心 市团的好朋友 最好的关键 大家都可以出来投票 我们不清楚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今天有资源 民进党很厚 爸爸民进党靠政府的力量 民进党要来对抗人民 人民就要站出来 我们在街头 在河北 我们每一个地方最后的关键 拜托大家 尤其所有的妈妈 所有的爸爸 所有的爱 孩子的世界 大家都出来 我们共同 人民的选票 我们共同票 到四行都同意 到台湾大生理 到四行都同意 到台湾 进入最后倒数 国民党主席 莱基隆吹票 就是希望 选民不要放弃 神胜一票 投下四个同意票 记者黄少民 金融报道 外木山的台电协和发电厂 要转型为LNG天然气发电厂 规划用填海造路18.6公顷 大约443个篮球场大小的土地 来新建两座16万公柄 天然气除气槽 以及天然气船码头 这个计划如果通过 不少民间团体和议员担心 外木山恐怕将会有 大约7万多株珊 珊瑚被活埋 并且严重影响海洋生态 不过这个案子也并非没有机会改变 议长蔡旺莲点出重点 就是要看12月18日 四大公投案的结果 因为其中就包括能源转型的 珍爱藻礁公投案 那至于这个案子到底以后会怎么样 我们还要看12月18号 还要看中央的决策 也不是地方政府就能说的算 跨党派发起议员联署 希望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 应该在明年一月底 出席中央办理的环评 桩案小组会议前 表态对这件案子有疑虑 甚至应该持反对意见的 市议员王醒之 张渊祥以及陈维仲三个人 更结合民间团体 发起民众联署 目前已经有8000多人 还有机会 这段时间 我们几个议员努力的 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邀请更多的基隆人 来共同加入联署 跟大会报告 目前现在人数人数 已经到8000人 我们到街头演讲 大部分的基隆人 都没听过这件事情 但是台电却公开的 拿他们民意调查资料 说有8成的基隆人 都赞成这件事 但是我们站上街头 站上肥皂箱一讲 跟基隆人说 台电要吞吐 大家马上都说不知道 市议员张渊祥强调 发起民众联署的目的 确实是为了反对 台电协和发电厂 在外木山填海造陆案的 过关做最后准备 希望给予基隆市政府 政治上的压力 目前民间联署 已经有8000多人 希望在一月底 环平专案会议前 可以联署到2万人 他们粗估发起 公投罢免基隆市长 或是基隆市立委 成案的联署人数 大约是3万多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二庆高中发明的 失智症附件的福音 将传统附件的积木游戏 利用AI科技 转化成电子式的游戏 还将测试结果 上传至云端资料 我们在面板 这边做了5个不一样的灯 他们都会发出 不同的灯光 然后这边有7个按钮 这5个分别 对应他们颜色的灯 失智这个东西 已经是越来越 普遍的这个疾病 那我们就是 要帮助他就是复健 可以比较有效的 辅助医生知道 他进步多少 在这一次的国际发明 计设计展中 获得金牌 另外也夺下了 加拿大特别奖的殊荣 还有结合闹钟 与咖啡箱的闹钟 也深受评审青睐 飞机就是用手机来控制 早上你机一定要喝到 然后一样去设定时间之后 他时间到之后 他就会开始煮 是运用 我们是用咖啡的香味 去刺激大脑 再运用闹钟本身的叫声 可以达到两个刺激的效果 这运用废弃铁罐打造的书棉灯 结合多元功能 才花一个礼拜就夺金 真的很厉害 人就很容易因为 有失眠的烦恼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台 它这个就是可以让空气加湿 让大家更好睡觉 然后这个灯是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调你要什么颜色 它可以调成夜灯模式 就让人比较好睡 然后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它有曲纹的效果 这个超音波可以让蚊子离开 就是让你不会被蚊子吵 因为睡觉很多人都会被蚊子吵到睡不着 广播小帮手这一件作品费时六个月 学生自制出一台会自动分类的垃圾机器 令评审印象深刻 能尽量减少人力 然后采用全自动的方式将垃圾分类的分类成铝罐 铁罐 宝特瓶跟玻璃瓶 我们这边还有加装温度感应器 当如果机器突然温度升高 或者是要到烧掉的边缘的时候 我们可以赶快从网路上将它关闭 达到降低危险的效果 还可以透过磁铁把它吸住 我们吸住就可以透过这里的流通 它就可以流到这里 做成两个分类 恶心 来 记者崔小军采访报道 成功国中欧研发 结合手机安全帽装置 强化夜间骑车的安全 那它可以靠手机去控制它的方向灯 控制它的头灯 达到在骑车脚踏车的时候 它的安全性会增加 右转的时候 因为我们脚踏车前面有个手机架 那我们打上右边 它会闪烁十次 然后自己停止 那当我要左转的时候 它也是一样会闪烁十次 然后停止 那当夜间来临的时候 它会打上我们的头灯 然后再做关除的动作 那至于后面的我们这个红跟蓝的灯 它会根据后面车速的距离 如果当车子越快照得越近的时候 它的闪烁速度就会越快 暖西国小今年获得金牌的作品是 杀菌环保袋 小朋友将杀菌灯与环保袋做结合 既实用又创新的简单方明 兼具卫生与环保的日常用品 获得评审一致的赞赏与青睐 非常高兴暖西国小的这几年来 都一直在发明展这一块领域不断的努力 那也都一直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山美国小研发网红辅助灯 利用空间的感光装置来判别环境光度 自动开启辅光 作品获得银牌 GG住在于基隆 而下雨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导致户外的光源不是那么好 摄影上效果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想要发明这个自动的网红辅助灯 它能够根据四周的光源 来改变自己的亮度 以及光源的颜色 可以让人看起来是最自然的样子 金武士参加国际发明 即设计展的学校 共有二星高中 成功国中 暖西国校 及深美国小 四所学校 攜手共好 资源共享 抱回了六金二银 一统一特别奖的漂亮成绩 让金武士的发明创意 成为焦点话题 这一次在所有高雄发明展 我们结合了所有的有效 也希望基隆整个学习环境 能够再往上提升 共享 共好 基隆 更好 进入崔小军采访报道 春菜 沙拉 蟹肉棒 搭配山药及美乃滋 包在春卷皮里 这道白玉卷并海泽皮 清爽开胃 在生菜跟润饼皮吃起 口感会比较好吃 这道算是养生的啦 山料白玉卷 里面是用山料 蟹肉棒 生菜很简单的东西 沙拉这样子 然后卷下去 在家庭做的话都很OK的 还有用当季的烟仔虎 当汤底的鸡头 将山药 芋头 下去炒出香味 煮出的鱼肉米粉汤 适合冬令进补 新鲜的蟹肉 搭配我们手工的米粉 还有香菇 香菇 进去爆香之后 再加上芋头 山料 下去爆香 有七八种的组合 结合在一起 才结合这碗新鲜浓郁的汤 山药口感绵密 冬天是盛产季节 尤其基隆的白雪玉和基隆山药 两种品种 基隆市政府和农会合作 要把山药结合山海特产 设计时到满满的满汉山药大餐 一百桌从13号上午 在农会及市政府接受定桌 每桌四千五百元 熟悉基隆山药好的人 大家掏客都会马上来询问 那今年山药 最近都已经开始陆续采收 那所以山药大餐这个时候 我们通常说12月来上菜 所以今天就为大家发表这个今年的菜色 那以往的话通常就是 一开始订阅订购的话 大家刚刚当天就会秒杀 我们今年的山药特别好 有比较大 今年因为没有台风什么都很顺利的 种的都很好 我们办了二十几年了 美味的山药结合基隆的时令海产等的韬客来基隆品尝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道 基隆市在全运会成绩缔造史上最佳纪录 获得三金一银三铜的佳鸡 基隆市举办优秀选手及基欧教练表演大会 他是今年最亮眼的选手邓宇文 在全运会游泳项目中公开水域一举拿下金牌 1500公尺自由式破大会记录 而他正准备明年亚运 教练就是邀请回来 然后就觉得可以给自己一次挑战的机会 然后就试试看 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拿到三年金牌 对 然后也要感谢教练 感谢就是那个 集中借我们游泳池练习 因为疫情 然后我们有几个月不能练习 然后到后面是集中借给我们游泳池 我们才能回复训练 对 为了鼓励选手全力以赴 基隆市六年来投入了9亿元经费改善 体育场馆 今年全运会奖金更是加码 让选手放手一搏 我想这是我们从提高全国运的第一名奖金 从15万提高到30万 对选手一个非常好的基地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近年来 我们投入 从市场上任以来 我们投入在体育场馆的改善经费 高达8亿9千万元 所以对于提供选手一个好的场馆 那以及好的奖励措施 所以带动了我们体育成绩 可以向上攀升 今年还不错 这几年的时候叫有三金的金牌 我们也打算带今天帮挖 奖金给所有选手 希望说我们基隆市 我们继续加油 而且很多人们的项目 也可以来发挥人们的项目 因为人们的项目要得牌比较快 像田径啊游泳 这个都是硬邦邦很不好得的 所以希望在市政我们的价值 我们体会各单项选手的支持之下 明年成绩会更好 所以特别恭喜大家 那至于其他我们在这几年 在田律的场面的投资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也把选手的一个奖金 当时的一个提升 跟双肥是一样的 那我想对选手的一个栽培跟鼓励 市政府全力的给你支持 基隆市在今年的全运会成绩 缔造了不可能的任务 不少选手已经着手准备 下一场比赛 希望在体育竞赛场上 继续发光发热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车过现场 两辆机车猛烈壮丽之后 倒在路边 一名女骑士伤势严重 救务人员赶紧将她送医 当路的路的这段 我都站在这儿嘛 我知道她乘得很大声的 这样啊 风就飞下去了 另一位机车骑士受到惊吓 坐在地上不发一语 而女骑士的女儿 看到妈妈伤势严重 当场落泪 警方调查 陈姓女子载着女儿骑机车 行经文化路 准备左转闻明路时 一是直接跨越双黄线 等待转弯 正好对向车道巡驶的 19岁张信南骑士 直接一面撞上 撞击当下 机车零件事散 可见当时力道之大 陈姓女子头部受到重创 领内出血 送医之后 伤众不治 中山区文化文明路口 发生两部机车对撞 造成女伤者 受伤送医 相关的造势责任 目前由我们在厘清当中 这起车祸刚好在路口 不少人都目击 还迫及到停在路边车辆 还有带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黄绍明 金融报导 影歌双亲女星赖佩霞 和育女掌门人方文林 深情对唱剧中主题曲 我的一颗心 安可玛莎灵感来自于 已故台湾女猫王 黄晓宁的生命故事 描述一对同性密友 三十年后辗转重逢 再续情缘 首次合作演出 两人都感到相当开心 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要能够有机会接到这样的 年龄层的谈一些感情观 根本不可能 当然以前一直想说 也许可以拍拍同志片 那顶多也就是可能演妈妈 然后去了解自己同志的 小孩的一些心情 对 因为这一次是直接 直接谈恋爱 哇太幸福了 而且我知道我们有一些朋友 有看到我们的MV 对 然后他们就开始思考 他就说 哇原来父母亲的心思是 是这么为难 当我们那时候听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好感动 我们说孩子你懂了 就透过这部戏孩子你懂了 像我们在那里啊 你都在头头的结婚啊 你说我大声是被我妈听到吗 你自己刚好感应吗 《日光树影》则是台湾少见的 台语同志电影 由王彩华再度饰演 男同志的母亲 剧中饰演同志恋人的 黄冠志与林冠宇 互定终身后 挣扎着是否该向母亲 坦诚婚姻状况 两人再度合作 也展现十足默契 演过蛮多同志题材的嘛 对 这一次是第一次要跟家里 出轨 想要勇敢的说出来这件事情 对 其他的都不 没有谈到这个事情 第一次在合作的时候 我的角色会是比较 超级无敌外放跟主动 就会一直吃他豆腐 但这个角色 对 有点比较内敛一点点 就是所有事情都有点放在心里 但是他在 因为自己的有一些遗憾 没有办法跟妈妈说自己的身份 那他希望他的另外一半可以勇敢一点 安可马莎与日光树影 是嘎嘎乌拉拉十部同志音乐爱情故事系列中 压轴登场的电影短片 将在12月10号以及12月17号全球首播 欢迎观众锁定这两部动人的音乐爱情故事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导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统计 全国约有200多万糖尿病病友 且每年以2万5千名的速度持续增加 糖尿病患者应该注意自我糖化血色素 空腹血脂 眼底检查以及逐步照护 体重控制及营养未教等 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掌握控糖5TB来稳定控制 糖尿病中容易并发的疾病含有视网膜病变 根据糖尿病学会2019年发表的台湾糖尿病年鉴显示 2000年至2014年 糖尿病患者视网膜病比率有3.31% 上升至3.73% 而视力受损与视网膜比率为0.32% 因此糖尿病人眼底检查越发重要 糖尿病会在身体的很多器官造成的各种病变 大脑 牙齿 左边神经 还有肾脏 心脏 以及眼睛 又有一位王先生他高血压 中风 他行动不便 那就到没有延误治疗 到眼科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 才到眼科来接受就医 后来后续处理情况不好 最后造成了视力障碍 我们希望的是在早期的时候 就藉由免散膜炎能够介入的筛检 在基层医疗在基层社区筛检 然后能够发现到早期的病人 然后能够转介到早期的追踪跟治疗 糖尿病患者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自我照顾 所以我们跟台北市146家的医疗院 所共同来提供眼底检查的服务 眼底筛检针便利 糖尿护炎更低益力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提供民众便利的眼底检查 糖尿病初期视力多数不受影响 所以无法察觉 待视力模糊时已是严重时期 因此提醒糖尿病者善用台北市146间医疗诊所 提供的糖尿病患者眼底检查服务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红酒曼顿和牛夹还有布里欧海陆双宝 民众一边品尝梦幻五星级饭店美食 还可以一边欣赏台北市的城市美景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与双城观光巴士业者合作 打造全台首辆双城餐车 要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体验视觉与味觉的双重饗宴 那双城的参车 不只是说能够让台北市最精华的 包括像我们的整个信义商圈 东区 在整个区域绕行的这个路段 其实就是我们2023年 要办台湾灯会的路段 所以非常精彩 可以在整个过程当中观赏到城市之美 建筑之美 再加上我们可以述说台北的故事 不同于以往红色的双城观光巴士 业者重金打造黑色车体外观 高度较一般观巴高20公分 并且安排专人送餐 让搭乘用餐的旅客享受优质的服务 而未来也将搭配大型活动 一同规划出不同的主题 这一台双城餐车 在去年就已经准备好要上路了 那因为几次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一直把它实陈上做个延后 那今年原本是原本在上半年要做公布 那也因为五月那波疫情的关系 那一直到现在这个时节 刚刚辅佐也讲到了 我想接着下来的台北灯节 还有跨年的活动 明年如果疫苗的施打率高的话 边境开放还会有更多的国际观看来 我想在这个时候启动 并不是因为搭乘人数的关系 而是在时间上 我们也搭配大型活动来做一个公布跟发布 台北市双城餐车路线 以信义区及大安区为主 沿途将行进台北市多个著名景点 上路初期 业者还推出两人同行九折 以及四人同行 一人半价的优惠 要吸引民众达成体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可怕 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